当时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什么呢 刚开始医生给的治疗方案是 先化疗缓解之后 然后做骨髓移植 骨髓移植的话 我说用我的或他妈妈的 医生说最好用兄弟姐妹的 有四分之一的几率全相合 然后他后期的并发症少 然后就做了他哥哥的 你还有一个孩子是吗 对对对 他哥哥才六岁 有一个儿子六岁 对对 那六岁的小朋友也很小 其实我挺想问的是 这些是你和孩子妈妈 决定让大儿子这么去做 还是跟大儿子有过沟通 当时我说弟弟生病了 他说我知道呀 我说弟弟生病了抽你的血 然后才能把弟弟救活 可不可以 然后他都说可以 只要可以救弟弟 我什么都愿意 其实我们很难想象这番话 是一个六岁的小朋友讲出来 但是那一刻好像他 一下子长大了 但是真的上了病房之后 去做这个生白针 做很多的准备 那是很痛苦的 六岁小朋友他挺得住吗 当时好多大人都受不了 他抽骨髓的时候 要把这个胸部 胸部这里扎十几公分的管子 他由于他太小 扎这个管子 扎到静脉血管 胸部这里 然后扎那个管子很痛的 然后他咬着牙 他流了好多汗 眼泪都流着 就是不哭出声来 然后医生问他 你知道自己在干嘛吗 不知道 然后他就说 我知道呀 我在救弟弟 所以那一刻你会 更救心 感觉很对不起他们 后来的结果怎么样 这个骨髓啊 配型啊 这个手术成不成功 后来做完一直是手术 然后小儿子有肺部感染 然后在那个重症监护室 住了十多天 那十几天你还在外面送餐吗 那时候没钱肯定要送了 每天送完了赶紧来看看儿子 大儿子在家一个人 有时候自己睡在沙发上 回来看到他心里边真的很痛 现在的情况 孩子 现在做完骨髓移植 然后他那个七天要返一次院 七天返一次院 对对 那每次在复查的时候 是要抽血还是要 抽血然后还要做骨穿 他那个手上 是要经常性地做骨穿吗 对对 然后他手上 头上 腰上 扎的全部是针眼 来吧 我们给这一家人送上 祝福的掌声吧 谢谢